大家好,欢迎来到蒙鹿玩具,同为浩天双焦,唐浩和唐孝实力差距又有多大呢? 魂骨差距,唐浩原本是浩天宗的内定继承人,所以浩天宗赐予了唐浩两块魂骨,而唐浩自己在闯荡斗罗大陆的时候,又额外获得了四块魂骨。 也就是说唐浩已经集齐了全部的六块魂骨,而反观唐孝,他的魂骨并不多,仅仅在魂骨数量上,就与唐浩拉开了差距。 魂骨对魂师的实力加成自然不必多说,在魂骨数量的差距之下,唐浩的实力已经完全超越了唐孝。 魂环差距,唐浩和唐孝在后期魂力等级上基本持平,都达到了97级的程度。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魂环,却有一个明显的差距,那就是唐浩拥有一个十万年的红色第九魂环,而唐孝的魂环最多也只是黑色。 十万年魂环对于魂师带来的加成是全方位的,不但能够带来强大的魂技,而且会额外多出一个强大技能。 再加上魂环本身带来的全方位增幅,唐浩又在实力上甩开唐孝一大截。 魂技差距,唐浩和唐孝都是浩天宗的核心弟子,在普通技能上,浩天宗对于二人都是完全开放的,但唯独有一项技能,唐浩学会了,唐孝却无法掌握。 那就是大须弥锤配合乍环。 大须弥锤只有顶级天才才能够掌握,而掌握了大须弥锤之后,就可以获得一个封号浩天斗罗。 大须弥锤的威力自然是不用多说的。 唐三在96级的情况下,利用大须弥锤就能够抗衡神级千刃血,由此可见这门魂技的恐怖仅仅是这一项技能,就能够让唐浩轻松碾压唐孝。 这样看来唐浩的实力,完全不是唐孝可以比拟的,而且在当年七大宗门排位之战中,唐孝被剑斗罗晨,新打败,而唐浩出场之后,就轻松碾压了陈欣,为浩天宗保住了第一宗门的位置。 从这种实力对比中,也能看出他们的差距。 好了今天的节目,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。